五老星化身毛可梦黑影将萨博团团团为助 新一代版本之子瓦尔波即将加入主线剧情开启新的人生 海贼王漫画100815号的《高金全图》已经更新 一起来看一下本画当中究竟发生了哪些故事 漫画开头继续讲述着英姆与寇布拉的谈话 当英姆自称姆想要询问寇布拉一些事情之时 寇布拉却打断了英姆的问话 她说在最初的20人当中 确实存在有英姆这个名字 听到此话后英姆立马让寇布拉马上闭嘴 她说就算寇布拉再问自己任何问题自己都是不会回答的 不过她本人倒是可以告诉寇布拉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低之一族是他们的敌人 虽然拥有低名号的人近年来变得越来越多了 但是他们却连自己名字的意义都没弄明白 另外一件事情则是很多学者都想了解空白的历史 又或者是很多海贼都想要寻找历史证文 这一切都是因为莉莉女王的错误所导致的 如果那一天她没有失误的话 那么历史证文就不会散落到世界各地 不过英姆怀疑莉莉女王其实根本就没有失误 她所做的一切或许都是精心策划的计划 说完这些话后 吴老星似乎也明白了老板的意思 他们五人当中四人拔枪一人拔剑 随即准备干掉寇布拉 紧接着英姆也向寇布拉抛出了自己想要知道的问题 她询问寇布拉给莉莉女王血腥的人究竟叫什么名字 听到对方的提问后 寇布拉立马感觉自己命不久意 之后她颤颤巍巍地说 如果我撒一个谎的话 你们会不会让我离开这个房间 一旁的光头吴老星则回答说 在她看到姨母大人的那一刻 她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 与此同时一旁的萨伯也听到了他们之间的谈话 寇布拉说莉莉女王的真名其实是奈菲尔塔利丁利 听到最后姨母的神情立马变得紧张起来 紧接着一旁的吴老星变身黑影 并且发射了一枚黑色箭头 黑色箭头从寇布拉身旁绕过穿透了她的身体 在这前军一发吃起萨伯忽然一跃而起 并且立马对着吴老星使用了一招名为王首飞车的招式 眼看吴老星马上就要被熊熊烈火包围的时候 坐在虚空王座上的姨母也变身了 变身巨大怪物的她直接把萨伯的火焰给吸收过去了 火焰消失后吴老星也变身成为了黑影怪物 与此同时墙上的电话虫将这一场景给偷拍了下来 紧接着倒在地上的寇布拉询问萨伯说你是陆菲的哥哥吧 萨伯好奇地问寇布拉为什么会认识陆菲 寇布拉则回答说陆菲是她的恩人 紧接着萨伯立马抱起寇布拉飞速逃离现场 逃跑期间寇布拉抓紧时间向萨伯交代了一些事情 那就是一定要将他们家族是帝的事情告知给陆菲和威威 听到帝后萨伯也回忆起来了小时候的场景 当初小时候的她很好奇 陆菲和艾斯的名字当中为什么都有帝 艾斯则回复她说如果你也想要帝的话 那么我也可以把帝给你 到时候你的名字就变成了萨蒂伯了 回忆完毕后 扩布拉开始背诵起来了莉莉女王的信件 她说一定要保护好历史阵文 并向世界升起黎明之旗等等 然而话还没说完 萨伯和扩布拉都被黑色箭头捉穿了身体 两人同时倒下后 扩布拉忽然站了起来 她决定用自己最后的体力来保护萨伯让其成功撤退 与此同时吴老星忽然感知到了远处墙壁外貌似有一个人 死人正是瓦尔波 她通过墙上的一个小洞成功偷看到了刚才所发生的一切 紧接着察觉到危险的瓦尔波立马火力全开飞速逃跑 与此同时另外一边的会议是当中 德国国王依旧还开着玩笑等待着扩布拉回来 而后尼普顿和利库王则感觉到事情有些许的不对劲 另外一边巍巍公主则是被CP0给控制起来了 她询问CP0白星公主目前的情况如何 CP0成员加布拉回答说在天龙人的命令下 老赛和雷欧不仅保护了白星 而且还宣布说他们是草帽大船团麾下的成员 另外大将绿牛想要抓住逃跑的奴隶之时 藤虎不知道怎么回事忽然拦住了他 两人因为这件事情还产生了内讧 今年的世界会议真的是太不正常了 在加布拉发牢骚期间 维维公主忽然察觉到了墙壁有些许的异样 之后瓦尔普吞掉墙壁忽然冒了出来 几个CP0成员一脸猛逼的同时 他们发现他们一直在牵涉的维维公主忽然也消失了 紧接着维维公主从瓦尔普的嘴里冒了出来 当他询问瓦尔普究竟要逃到哪里之时 瓦尔普则回答说他要逃到一个没有人能够找到他的地方 最终这一幕都被瓦尔普的老婆金德瑞拉给看到了 他大惊失色地说道难不成他们这是要私奔吗 了解完漫画后立马来聊一聊本画当中讨论度最高的几个问题 本画中观众最为好奇的一件事情就是 萨佛和瓦尔普途径的时候 姨母和吴老星为什么没有发现他俩 是他们没有学会见纹色霸气 还是说他们的见纹色霸气失效了 总结系来的话还是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的 那就是剧情需要 海贼王中见纹色霸气的设定是非常强大的 简单一点的话可以感知对手的动作提前应对 复杂一点的话可以感知一定区域内人们的内心 包括其内心想法又或是心理思想活动都是可以感知到的 稍微厉害一点的话则可以扩大感知的区域 比如说一座岛屿上有多少动物 这些动物究竟在什么位置 又或者这些动物的实力有多强也是可以感知到的 强大一点的话甚至可以预知未来等等 虽然设定上见纹色霸气的功能确实比较完善 但是一旦到了剧情需要的时候 见纹色霸气基本上就失效了 比如说弹头岛边陆奇当着尼卡路飞的面偷袭战逃完 陆奇从路飞身边越过直接黑骨刀心战逃完 陆飞都没有察觉到对方 不而现如今萨博和瓦尔波没被发现也是这么的情况 另外本画中还有多处剧情都属于剧情需要 比如说萨博和瓦尔波的逃跑以及扣布拉的强悍身体等等 扣布拉本来只是一个病入高荒的普通老头 但是吃了两招黑色箭头的他比萨博身体还要强悍 第一次黑色箭头命中了扣布拉的腹部 第二次黑色箭头命中了扣布拉的心脏 然后萨博貌似仅仅只是被黑色箭头刺穿了胳膊 但是吃了两招致命黑色箭头的扣布拉发的一下很快就站了起来 并且还再一次帮助萨博身受伤害让其逃了出去 这里的剧情只会让扣布拉一个人陨落 不而扣布拉虽然在短暂的时间内获得了超强的身体素质 但他本人终究还是离开了人世 萨博和瓦尔波虽然没有超强的身体素质 但是他俩是绝对不可能死在这里的 不而就算再冒出十个英姆又或是一百个无老星 他俩都是可以从这里逃出去的 所以这里的剧情其实不用太过于纠结战略问题 剧情需要的话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战略可言的 另外从瓦尔波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 并且还和薇薇公主成为了一条船上的玛莎可以看死 他本人即将成为新一代的版本之子 并立马开启辉煌人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海贼王中有一个很常见的套路剧情 那就是主角他们会带着某些反派角色一起玩耍 比如说庞科哈萨特篇章中被陆飞打败的凯撒 跟随陆飞玩耍了几个篇章后 他本人立马成为了版本之子 并且开启了新的辉煌人生 非夜中的他细耍考二以及欧文 和杰尔玛66结盟的他小日子过得别体有多滋润了 另外卡里布也是如此 给陆飞吃了一顿饱饭后立马藏在陆飞船上 并准备跟随陆飞一起冒险 不过目前他本人暂时还没有开启他的辉煌人生 估计等到他的剧情结束后就该轮到瓦尔玛了 虽然瓦尔玛现如今看起来挺惨 但是以后的他绝对会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活得更加滋润 因为他已经间接性地获得了草帽鲁飞阵一霸 最后就是吴老星究竟是什么样的怪物的一番讨论 本话中吴老星变神之后的黑影实在是太过于抽象了 他们的黑影帽子已经看不出是人类的模样了 看起来倒更像是宝可梦一样 从左到右看的幻帽子是皮卡丘 白宾馆阿婆索鲁钢凯亚以及臭臭衣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 海贼王怎么会和神奇宝贝扯上关系 然而根据伟田老师对宝可梦游戏的知名程度来看 这一些其实还是有些许可能的 可知过平当伟田老师曾在眷尾说过这样一件事情 那就是他在家玩宝可梦玩了两年多了还没有抓到神兽 他希望有人能够送给他几只神兽 之后他甚至还在积德的招式里加入了宝可梦 突然因为过度知名预保可梦游戏的缘故 伟田老师还是有几率进行一些梦幻联动的 好了本期的服务者内容就是这些 我是阿金我们下期再见